是嗎? 沒有人沒有人 ToroE怎麼樣? 跟腳踏車有關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是喔 腳踏車跟ToroE沒有關係嗎? 我昨天去找 就是我車子可以平常 然後都沒有倒 但是ToroE有關係 跟腳踏車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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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能夠平衡沒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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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平衡沒有倒 腳踏車不平衡沒有倒 腳踏車不平衡沒有倒 所以是ToroE有關係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它不是因為ToroE有關係 為什麼ToroE 因為 你要解釋一下為什麼ToroE 因為它會產生一個水平的力量 產生什麼水平力 它會產生一個垂直圓面的力量 為什麼它產生一個垂直圓面的力量 請問腳踏圓面在哪裡 就是車輪 車輪 然後會從中心產生一個平衡 然後會從中心產生一個平衡 吹是圓周面的力量 然後那個力量會平行地面 然後那個力量會平行地面 然後讓它這樣子 就會是 轉彎的時候 它的車子還會是平衡 然後 就這樣 然後我已經很不舒服 我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說 看你這樣 沒有 我只口台起來 好 那個問題不知道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現在繼續往下講 如果說 你現在 不知道我們要講什麼 你可以做兩件 因為現在條款上來 但我說要再講一遍 你可以做學題單 然後往前做 提本 提本跟學習單都是 可以看是不是有指示 可以 不要插著 提本跟學習單都可以看 提本跟學習單都要做 這都是作業 而且都要教 到目前 我現在第17週了 我說真的 我現在對學習單的作業 我很少看到 提本 這次我有看過幾份 有寫幾本 但是 還是沒有全部都給我看過 有問題 我剛才剛才講 有問題可以跟我們討論 沒有問題的 寫完了 就要交給我改 給我改過 我才可以知道 你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我可以比較確定的 可以講 應該怎麼可以加強 目前的狀況 然後 然後 學習單呢 記得要做 所以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這些 如果你現在講 我們現在講的課程內容 太簡單了 音樂是寫一句單 就往後寫 就往後寫 我本來這學題 希望把那個店講完 不是店講完 講到店零度的部分 但是看起來有點困難 因為現在剩下30週 今天是第17週 你要講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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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不然 我哪一次就講課文 哪一次 哪一次 前幾次都在講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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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課文 你不知道它什麼 沒有 我一直說 就是講課上面的內容 我講的東西 一定跟課文的內容有關 一定都是課文的內容 八二二兩 好 可以運用 課本是基本 你一定要預習過 我在講裡面一定要預習過 我的學習單 會很清楚告訴你說 我現在講是哪一張 記不記得 在哪邊又寫 學習單 學習單的每頁 譬如你看到第八頁 我上面就告訴你 國東自然三上 冰三是第三章的意思 風雨能 好 接下來等到這張講完了 我今天在第十三頁就告訴你 十三頁 麻煩翻到十三頁 那個學者也沒有睡覺這個選項 第十三頁 我就告訴你 這是自然三上 第四章 電 所以 一定是跟課本相關的 麻煩一定要看過課本 十三頁怎麼那麼方便 一定要看過課本 記得 一定要看過課本 課本看了 不懂 上個講的時候 就要仔細聽 就要問問題 你才學的課 都看完了 接下來 題本跟學習單 實際上 你做個複習練習的機會 有聽懂嗎 第十二月的第三題 台灣目前能夠自力獲得得到的能力 什麼叫自力獲得 自力就是靠自己 當有一天 那就是核能 就只有核能而已 核能還是自力獲得 風啊 核能 核能就是自力獲得 核能是要買進來的 我講的是自力獲得說 對 你這樣很好 題目我們不理解 因為我寫的時候 沒有寫得很好 因為沒有人要自力獲得 風力也是要靠大戰 和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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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自力的意思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台灣可以自己生產 對 台灣可以自己生產 就是有一天你沒有船運了 有一天你的空間被包圍了 你沒有辦法從外面獲得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台灣還能怎麼樣發電 就是要自力的意思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了 所以不要跟我講說 那我現在還有 地球的能源 還不說是太陽的關係 風也是太陽的關係 那不是我的意思 真的那樣子 我還願意用手力發電 那不是我的意思 那不是我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斜面 斜面可以省力了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斜面可不省力 然後再想看看斜面的應用有哪裡 第一個我可以講的 三鏡是不是斜面的應用 算不算 算喔 來 換你們舉個例子 聽看 什麼時候是斜面的應用 學歷 幾個例子來 趴下去 斜面的應用 斜面的神力裝置 哪邊還有看過斜面的神力裝置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 陳吉安式 怎麼樣 那個斜鍋 斜鍋 斜鍋 我剛剛在空間斜鍋 第一條本人這個超大的神力裝 怎麼那麼弧度是非常小 就是第二條本人這個超大神 當然不是啊 你在每個點上去它是平的 沒有神力裝置 他現在幾種 他沒有 他不是這樣講 他沒有神力裝 他沒有神力裝 六花蹄算 溜滑踢算省力裝置 他不是省力裝置 他不是省力裝置 溜滑踢是 他身上是延長你感受 沒有什麼速度的感覺 沒有什麼延長啊 想要你重力向下 你現在就到地板了 而且你很痛啊 對不對 所以我用鞋面的關係 讓你阻力去阻礙你的落下的速度 讓你可以延長你的感覺很愉悅的時間 滑下去很感覺 速度很快 有速度感很快樂 所以你可以延長時間 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可以讓你降低 撞到地板的疼痛 因為他把力量轉的方向 還有什麼斜面 殘膽是專用拖刀 你剛剛講過了 剛剛他講過 那那個 那個 好吧 那個可怕片 有那種 那種可怕片 或那種 機場都是撬不起來 那個 那個不是喔 那個不是喔 低地板 你講他就是起 那個杯姬要起 他實際上是什麼 他是頂著杯姬 把杯姬推出去喔 他會往前推喔 鞋面的省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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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用的 還有一個 什麼 這有省力嗎 我省力告訴我 什麼省力 你要爬下去的 要爬下去的 哪裡會省力啊 你幫幫忙 所以你爬上去的話他就沒力了 上去 上去怎麼樣 他就是省力 上去省力什麼意思 我從三下上到省力 那邊三進 三進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你有沒有知道 爬樓梯 爬樓梯有沒有省力 爬樓梯有沒有省力 我覺得有 爬樓梯沒有省力 爬樓梯沒有省力 你每個爬樓梯都隨時向上 你沒有斜面 你每個爬樓梯都隨時向上 對吧 你爬樓梯有隨時向上 有是斜面嗎 你的腳是走斜線距 我的腳是走斜線距 我的腳是走斜線距 但是我每個視力點都隨時向上 我每個視力點都隨時向上 我每個視力點都隨時向上 他臉就 原地踏步了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他走上去的時候 所以他的腳是這樣 往上線 他是成一個斜線這樣 對 對 他一直可能就是這樣 他的腳是成一個斜線 對 你知道他會說什麼 你知道他會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要省 就是說 你去施斜地 有沒有省力 省力跟什麼來比一樣呢 我如果把這個東西 錘子往上拿 跟我這樣斜著這樣推上去 我斜子推上去 我需要那個力量比較小 比較省力裝置 好 有一個東西我們經常用的 你都忘記了 譬如說 我要用 寶二瓶的瓶蓋 那是不是斜面裝置 螺絲 螺絲通常在工廠裡面 那種出裝 那種斜面 對 那是斜面嘛 我用斜面的別人運用 螺絲 那個蓋子 蓋子是不是螺紋 螺紋 螺紋是不是斜面 對 螺紋是不是斜面 對喔 螺紋就是斜面 所以它是省力裝置 你看我轉了三圈 我轉了三圈 我才前進一點點 跟拔起來 你拉開看的話 你是不是走那麼遠的距離 我才進去 平開才用那麼一點點 是吧 所以它是斜面裝置 所以它可以省力 換個角度講 我用一點點力 我就可以產生很大的力量上下壓 所以螺絲釘都是做斜面裝置 是吧 你有沒有看到螺絲釘 它們螺臉沒有斜的 可是 呃 對吧 我螺絲釘 鎖到牆壁上去之後 我如果從木板裡面去 你槌子要拔 好不好拔 不好拔 鎖還好鎖 鎖不然難鎖 對吧 就是用那個 敲進去就好 用那個 敲進去 敲進去 敲進去就沒有省力了 我們講 敲進去跟拔出來的力量差不多大 可是我鎖進去 我力量都很小 你鎖就可以鎖吧 就可以慢慢鎖進去 鎖進去 我用的力量是斜面 它底上是一個斜面的力量 所以它把力量分散了 分散成一個斜面 所以它比較是斜面的力量 你看一下笑什麼 蛤 我來 我來 你不要理他 他在笑一點點 沒關係 這個我剛剛拔那個 好 來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現在走到能源 其實做工跟能源非常有關係 我們所做的工 就可以得到 就可以產能源 對不對 讓你的東西能量改變 譬如我把這個東西丟出去 我施了力 我在這個過程 在我手施力的過程 我在對它做工 對不對 所以它用一個靜直的玻璃瓶 道理一下我手那一剎那 它變成有束縛 所以我這段所做的工 變成什麼 變成它的什麼能量 我在這邊所做的工 變成它的什麼 動能 對吧 基本上這個位置沒什麼改變 但是我所做的工 轉換成它的動能 所以它有動能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做的工 都會轉換成被做工的那個人的能量 同樣道理 我們可以把很多物體裡面的能量 拿來做工 可不可以 譬如這個球 去往前揹揹揹揹 它打到了 紫紅的臉 紫紅的臉被打 你看紫紅的臉是不是移動了 紫紅的臉被做工 被平衡做工了 所以它平衡打到它臉轉過去之後 平衡沒有動能的就掉下來 對不對 平衡沒有動能的就掉下來 可是紫紅的臉被 被做工啊 是不是 從這邊受力到這邊停止 是紫紅的臉被做工了 被做工 那紫紅的臉有沒有產生能量 有 這時候有輸入嗎 換句話說 它的臉可能過了 它的骨頭可能斷了 這時候我的能量還是 就從它的臉上讓它認成的變化 有變化又有做工 又會做工 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要從一些物體得到能量 來幫助我們做工 會從哪邊得到能量 從活動做能量 從活動做能量 所以那是生物能 所以以前古獸呢 我們想去耕田 我們就抓牛 拿牛 牛拉著你 就耕田 所以我們看牛的力量 來幫我們做工 對不對 那是受力嘛 那接下來我們用什麼做工 我們用水車 用水車 水從高處往下流 它的位能 所以它的位能 轉動水車 水車是才能動的 對不對 就可以幫我們磨磨嘛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拿到 荷蘭的風車 風在吹 帶動風 風車會移動 風車在吹到風車身上 風車在移動的時候 就會轉換成動 所以我們拿風的能量 還用 風能 還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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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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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代的能量 熱能 熱能 熱能怎麼用 就是那個 打火石 燒槍 把木頭拿去燒 木頭燒 它可以做出什麼樣的工 然後那個 把水煮開 然後幾針就會動 OK 看到 早期我們煮東西 我們只把它煮熟了 把它煮熱了 我們只拿去燒東西 吃東西 燒食物對不對 把食物弄熟了 吃掉 可是我們還很難拿去做工喔 你有拿去做工嗎 早期 你也拿火去做工對不對 火這個熱能怎麼拿去做工 很難嘛 所以知道有人發明了蒸氣機 它把火拿去加熱水 讓水產生蒸氣 蒸氣的膨脹 膨脹 它會推動活塞 所以這個推動過程當中 它就可以把熱能 轉換成機械能 喔 機械就會移動了 我們需要被移動的力量 你沒有拿來滷水 水開始蒸發 結果水一直蒸發 蒸發到水燒乾了 需要有做工嗎 有沒有 你有感覺它有做什麼 推動什麼東西 沒有 它推動那種水啊 那有沒有用 對你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對沒有幫助 就是讓它喝到乾淀水 對 對我們沒有幫助 可是如果你把它聚集起來 把那個水蒸氣聚集起來 你推動一個活塞 有沒有幫助 對啊 就有幫助啊 你可以把它接在什麼 對 它就可以接在一個杯輪上 像火車 蒸氣火車這樣子 它把那個氣缸 接在一個輪子上 所以氣壓缸被推動 它車子就會動啊 就開始旋轉 所以這就是我們把真心拿去運用 把熱能拿去變成機械能 好 那還有什麼能源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能源 儲存能 儲存能怎麼儲存 食物 儲存在食物裡面 OK儲存在食物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能量儲存在食物裡面 對不對 所以食物拿去餵牛吃 炒拿去餵牛吃 牛就可以輸出能量 你看看過一部電影嗎 就是matrix 中文叫做 中文叫做 matrix 中文叫做 進入你為言的 matrix matrix m-a 它最後一集叫做重裝燈 這題啊 他目前能夠智力獲得這樣 水利啊 只不過用水 火恩 用什麼瘋恩 恩是利的意思 那為什麼是利的意思 不是公式利的 利的公式就是恩情 不是有恩 我們利是F OK 那不是水F 好你不要都在轉換 就直接寫水利就好了 水F 水F 如果你真的要上學會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讓我懂 你剛剛解釋我懂 可是我沒有解釋給別人看 他看不懂 對不對 我有恩情牛 所有生是牛的刀 那是牛的刀 那是剛好 MATRIX有部電影 它叫做在未來的世界 人類發明的是一套AI AI就是人工智慧的電腦 電腦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命令說 你要確保人類存在的最大利益 你要確保人類存在 他的最大目的就是確保人類存在 JAY 確保人類存在 對 後來呢 這個電腦 這個電腦在電腦裡面叫做 在電影裡面 他就是MOTHER 就是反正問題 這個MOTHER 他發現 人類太好戰了 最簡單叫人類 能夠一直活下去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讓所有人類睡著 好可怕喔 可是人類都睡著之後 我沒有能源 而且人類不能一直睡啦 他睡著 他如果沒有做夢的話 他沒有 他沒有想像的話 他很容易死掉 所以他必須 讓他腦袋裡面有一個幻想 有一個虛擬世界 這不就是害個熱門嗎 就害個熱門喔 Masic就是害個熱門 對 然後我找 我就好聽他找我意思嘛 然後呢 這個MOTHER就在裡面 創造一個虛擬世界 那虛擬世界的人 就活得好好的 就覺得很開心 每天可以上班 可以上班 而且呢 像夢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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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MOTHER發現說 當整人工作都在睡覺 我沒有能源 他發現說 人是一個最好的能量 他就做電視 他就把人 把在那邊 而且人還可以承認能量 再把能量拿給電腦用 那種主角 是不是那個 之前那個 鐵達銀號 不是 不是 鐵達銀號是那個誰 沒有 他這樣做到一個 眼淚生夢 不一樣的 好 沒關係 回來 然後呢 我來解釋一下 所以你看這邊講的是 這個機器 他把人 當成能量的來源 因為 事實上受力 是 是產生能源最好的方法 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吃了食物 吃了動物 吃了植物 我們產生的熱量 我們去做工 是最有效的 所以要這個能量拿來用 這個MOTHER拿來用 他為了維持讓你 不會死掉 就讓你腦袋有做夢 讓你有做夢 那有一群人就不甘其夢 他覺得這樣子活 太沒有自我了 我不能被電腦操控 所以要脫離 所以要跳出來 我要限時生活 我就跟他現在生活中 連一餐都沒得好吃 我想吃牛排沒有牛排 我想吃什麼都沒有 他吃了爛爛的稀稀的 跟鋪一樣的東西 營養液 對 營養液 吃這個 我想吃牛排 我想吃鬆滿牛排 有人受不了 的話就回去跟電腦夥鞋了 就回去投靠電腦 然後反正電腦 這個就很有趣 那個電也是這樣演的 那後來他們就 推翻了電 可是生活變得更好 也不一定 所以其實有人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不在虛擬事業 實在也沒什麼不好 我只要能夠 腦袋有點 有一點機能 能夠活下來就好 好 所以 後面熱能源的問題 麻煩各位查一下課本 或者查一下網路上的資料 第12頁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進到第13頁 第1 總算進到第13頁 第1 這是一個新的單元 新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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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過去又沒什麼太大關係 如果你要預期到 有關就已經會講概念 也就是說 人家講說新的概念 意思是說 假設你過去所學的 沒有學得很好 你要就是這個新的單元 從一開始 OK 關係沒有那麼密切 未來是有點關係的 所以你不能 但是 那